我不过是去拿个赎金 一伙人却追着我满街跑 拒接上集 我成功把东西带回园区 却惨遭其他主管多次试探 幸好我留了八百个心眼 什么变故 阿棱姐要是遇到麻烦直接说 不需要觉得难为情 我跟你不会客气的 可此事你解决不了 阿翔他昨天跟刀队长拜靶子了 一个舌头跟刀队长拜靶子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是真的 阿翔摆了好几桌 还请我去做见证 阿棱姐很不爽 对方摆明向他示威 说明背后有人不是阿棱姐能动的 我则说出看法 阿棱姐事情不简单 刀队长就是认钱不认人的主 阿翔跟他拜靶子 肯定花了不少票子 没理由就为了警告你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继续说 舌头跟你算是同行 有机会肯定想拿个码头自己做 阿翔野心不小 他们想动我的码头 你是得到军方许可的 就算刀队长也不敢乱来 但他们找到某些证据就两说了 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那些东西 先挂了 阿棱姐匆忙挂断电话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随后我在园区四处走动 撞见了扎哥 扎哥你也下来活动惊弓吗 我是来找你的 有点小事需要你帮忙 扎哥客气了你有事尽管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先跟他客气一下 情况不对直接推掉 现在我又不是他手下 我们去办公室说 扎哥表现得很神秘 把我带到办公室后 还泡了上万一斤的茶叶 十三尝尝 扎哥你有话直说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怕我下毒还是扫地 你还记得阿峰吗 记得之前在小黑屋 跟他一起待过几天 感觉挺有个性的 可惜是个废物 连狗推的工作都做不好 留在园区无用 啥意思要让我擀他妖子吗 那就有点恶心人了 我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 差点没把自己恶心吐 可我显然想多了 扎哥跟我解释道 他人是挺废物 奈何他会投胎 家里开馆子的还有点马内 扎哥岂不是又搞了一大笔 他爹是块管刀肉 我只要倒点伙食费 他非得见到阿峰才给马内 我想让你带人去交易 难道又是扎哥的私活 瞎说我从不搞这种事 跟倩姐报备过的 你拿回来的马内 直接叫财物 扎哥说的义正言辞 若非我跟他干过一些事 就差点信了 接着扎哥压低声音跟我说 十三 我们是自家兄弟 可就不瞒你了 我报给倩姐的赎金 是六十个国内币 实则是一百个 那四十个我们平分 扎哥真是好算计 我服了 做人不能木讷 需要学会变通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差不多都忘记了 看情况吧 十个也不少了 你遇到事多想下办法 扎哥病又犯了 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拿他也没办法 随后我打电话跟倩姐确定 的确是我负责此事 于是我交上大牛 带上几个内宝和昏迷的阿峰 离开园区 此次的事似乎很简单 我们把人交出去 带着马内回园区 从理论上来说 的确如此 扎哥那头枣弹好了 我们就是去现场拿下马内 顺利的话 还能赶回来吃下午饭 十三哥你拿到马内会放人吗 你说呢 我猜不透 全听十三哥的 汽车一路急迟 我们来到约定的度假酒店 大牛说着就要下车 到了 我一个人进去交易就行 十三哥在外面等着吧 等等情况不对 没什么情况吗 不过是一些游客 你没发现门口人少吗 放眼西港 这是比较豪华的度假酒店之一 没理由门口两三个人来回走 听十三哥这一说还真是 里面肯定有埋伏 我们咋搞 等看谁先着急 还跟我玩心眼 有那个实力吗 我们在车上安静的等待 等到有些犯困的时候 有个电话 打到联系用的手机上 而我接通后没有说话 约定的时间到了 你们人在哪 你又在哪 我在酒店啊 我也在酒店 怎么没看到你 你是不是耍我 也不知阿峰爸请人的是谁 我故意挑逗 想打乱对方阵脚 而他在迟一片刻后 继续说道 胡说你们根本没来酒店 说好的交书金放人 不算数了吗 老东西你想阴我 当真不把自己儿子的命当回事 说吧 想要什么零件 给你不要伤害他 我没有恶意的 只是为了确保正常交易 才从当地雇了几个人 不是帽子 真的不是 我们开始交易 你把书金放到箱子里 再把箱子放到酒店门口 等我派人拿到马内 清点完后 就会放了你儿子 我说出交易方案 不打算再露面 可如此风险 就得阿峰爸承担 他瞬间不干了 我不同意你的提议 必须一手教人 一手教马内 不交易算了 是你先耍手段的 你儿子在园区 啥也不会没有价值 随时会被报废的 你威胁我 我先走了 你有空到海边转转 看能不能捞个全室 你别乱来 我让人把箱子送到门口 记得一定要放我儿子 阿峰爸差点没把牙齿咬碎 很快一人将箱子送到门口 我派出内保去拿马内 他检查完箱子 往回走时意外发生了 只见有人开枪 内保应声倒地 卧槽 真敢开枪 不担心自己儿子的死活吗 十三哥对方动手了 我们要不要反击 刚才内保验过 里面装有赎金 我们肯定要带回去的 我带人去想回来 谁要敢拦路 把他打成筛子 你别冲动 我另有安排 你们两个叫上后车的内保 过去支援 带回人和箱子 不知道开枪的人在哪 我肯定不会一身涉险 可不等我的人拿到箱子 阿峰爸再次打来电话 有枪声外面怎么回事 还好意思问 你雇的人对我的人开枪 事情闹大了 开枪这么严重 那我儿子 你别来问我 我的人中枪倒地 我暂时不想跟你聊这些 是你把事情搞复杂的 是我不好赶 我挂断电话 不想听他瞎扯 眼睛盯着前方 直接后方再次开枪 但是没打到人 内保果断开枪反击 大牛该我们动手了 拿到东西尽快撤 我用加特林收拾他们 别人家度假酒店有靠山 打坏的东西还得赔 戴上口罩动手 做他压的 我和大牛加入战斗 在激战一阵之后 成功接到受伤内保和箱子 于是我决定不再恋战 风景车乎 我断货你撤 别总是想着断号 你带马内我带人 我们分开会员区 是 你不把人交出去了吗 暂时交不了 也不知他们的情况 得先留下来当筹码 我们边打边撤 当退到车旁 火速驱车离开现场 对方开车再追 没想到一个简单的赎金任务 搞成这个样子 而倩姐不知是从哪得知的消息 打电话来跟我询问 十三让你去拿个赎金 怎么搞这么大动静出来 不知道度假酒店背后的人是谁吗 是他们先埋伏的 我只能被迫反击 人和马内你保住一个了吗 目前两个都在我手里 至于能不能带回员区 我就不知道了 规矩你懂的 外出办事出了岔子 损失的自己赔 知道我这边有人追上来 先挂了 我挂断电话 一脚油门踩到底 对方感动我和内保 绝对不是寻常货色 而这时候坐上的阿峰醒了 是你不对啊 我爸说好来说我的 怎么会在这里 属实是一言难尽 有机会再跟你说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们拿到赎金反悔 不仅害了我爸 还要把我重新压回员区 真是狠毒 不要脑补 就刚才发生的事来说 我才是受害者 你们这些魔鬼 一起下地狱去吧 等等你别乱来 我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阿峰猛然阿神杀 导致车子侧翻 我艰难地爬到车外 晦气一辈子的噩梦 差点被他害死 救我 自作自受我救你大爷 我火气大得很 不踩他脊脚都算好的 可这一耽搁 就被后面的车追上了 他们端着武器把我包围 追得可真紧 你们不会喜欢我的真操吧 我没空跟你开玩笑 交出那一箱马内 否则崩了你